有吕宝私信我,说她的老公最近有点脾气暴躁,我想说吕宝别急,接下来的这个案件或许能让你的老公冷静冷静,论到底是和深仇大怨,让一个连走路都困难的女人能抡起家中的大铁锤,照着她老公的头,一连抡了三下,她的心中又有何委屈,冲动过后,见老公没了动静,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抢救,而是直接去厨房拿汽油和打火机, 不管她老公是生是死,直接颇油焚烧,乍一听,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女人也太狠了,其实不然,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说,她才是99天的被害人 就专门,就把这底下那个啥都给你吼的,那疼的,我真是有点受不了,真受不了 那年轻时候还有呢,顶到后来,她就那个喝酒喝的,就不行了 对付说,你也说是,这属于羊尾 时间2016年10月2号,地点,呼和浩特市殡仪馆,这一天下午,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接待存放尸体的一家人 其家属自称,死者是酒后不慎摔倒,给自己摔死了,属于正常死亡,起初工作人员并未多想,照旧在火化之前检查尸体,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这哪是什么自然死亡,人都快烧成黑炭了,火化都多次一举了 不仅如此,随后他们问家属所要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以及派出所开具的火化证明,他们也表示没有,事情一下就大了,毕仪馆方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多时,在罕区警方赶到毕仪馆,掀开裹尸袋,拆开包裹在死者头部的毛巾,一瞬间,干警们知道,这百分之百是一起刑事案件 尸体这个头部啊,是粉碎性,呈粉碎性骨折,有明显的断气打击伤,基本上打塌了,三个洞,正面是,这边是一个大洞,这边是一个大洞,那边是一个大洞 随后,警方立刻赶赴随寒区,吸把炸香,大厂库论村,死者的家,同时也是第一案发现场,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张某,案发当天只有她和死者在一起 面对警方的询问,张某是这么说的,案发当天,丈夫如往常一样喝多了,喝多了就摔倒了,给头摔货了,她就用毛巾给她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她一个转身的功夫,丈夫就用汽油给自己点了,随后就烧死了 面对她的这一套说辞,警方是不相信的,因为通过初步尸检,他们敢肯定,死者是死于外力击打之死,不可能是摔死的 那么问题来了,死者的其余家属,为什么会相信张某的一面之词呢?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自己喝多了,从高速上马下滚 这是经常的,喝多了,然后掉沟里,掉炸里,这都经常是 在随后的现场勘察中,警方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这些人重新进行了仔细的探测,发现墙上,地上都有血迹 就是有,虽然打扫不断是有细别的血迹,东墙上就看到有点状的 跟着血迹,然后还有屋顶,我们后来听到自己看屋顶上 你如果是自己碰的,不可能飞到那边,旁边的桌子不行 而桌子半开以后,桌子下面有大量的探测血迹 终于,在铁证面前,张某承认了是自己杀害丈夫出谋 并颇有焚烧的犯罪事实,杀人的凶器就是墙脚的这一把大铁锤 但,看着眼前的大铁锤,干警们的心中又生出了一个新的顾虑 他们观察到,张某是一个小麻痹症患者,身材瘦血 走路都困难,更别提抡大铁锤了 起初,他们怀疑还有其他犯罪嫌疑人参与其中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事实证明这的确是张某的艺人所为 他太愤怒了 拿锤子动完手以后,把他打成什么样呢? 到时我也没敢看,我真没敢看 然后你做了什么? 然后我就打完了之后,他不是围的那个啥吗? 他跟前有炸火机,我就给点着了,点着了以后我就上位去了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出于为何? 让年过半百的张某对结婚三十多年的丈夫痛下杀手 别急,皮裤套棉裤,我来说缘故 张某和楚某都是赤锋试人 张某在21岁的时候,经人介绍 认识了父母双亡的楚某 从门当户对的角度出发 两人是合适的 在见面的当天,两人就订婚了 随后快速结婚生子 婚后,相亲是婚姻的问题开始暴露了 张某发现,楚某不仅好吃懒做,还酷爱喝酒 酷爱到什么程度,一天要喝四顿酒,多则两斤 少则一斤半,每次喝多后,他就发酒疯 儿子没有出生之前,他就打张某 儿子出生后,他就打儿子 儿媳来家里后,他就打儿媳 一句话概括,他是见一个打一个 不仅如此,结婚几年后 张某又发现,楚某好像有点不对劲 准确的说,是有点变态了 我们俩打仗,就只为他那回个 他把我这地方给那个,不知道是是手 是是手指给刮的,不知道咋的,出点血 出点血,我就给我疼的 我说你看都那啥都出血了 出血了,还出的手 我还想跟你整死你 他说的,我专门问你那个 见不得人的地方打,别人看不懂 前几年,见儿子大了 张某惹不可忍了 他向法院申请和楚某离婚 申请通过了,离婚后 楚某一改往日的嚣张跋扈 他苦苦哀求张某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么多的人,他就给我跪着 跪着包着大腿不撒开 后来我就隔着酒去他 让他撒开,他也不撒开,这就哭了 哭了说我再也不喝酒了 我再也不喝酒了 顶到没人的时候 他说 说你,你也说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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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给我离婚的婚 你没想象 你给我离离婚以后 你对,你对要是不再,不再给我了 你,你姐姐不在这儿吗 我不把你姐姐整死 整死我再死 就这样 之后,张某没有和楚某复婚 但考虑到姐姐 他同意了楚某继续在一起生活的想法 没过多久 一家人从赤峰市搬到了呼和浩特 自此之后 楚某更过分了 他将生活的不如意 全都加倍的宣泄到了张某的身上 张某苦不堪言 案发当天 楚某再一次喝多了 在将张某暴打一顿后 他准备进屋睡觉 在临睡之前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前前我真想整死他 他不说是最后不说是 说是你,你等着 等着那个我那个啥 我要不整死你 我不是我爹奏的 我整死你 我再给你那个说一说 给我儿子啥整死 就这么说 我这是实在是有点 受不了了 一瞬间 张某的忍耐到达了极限 软弱的尽头是愤怒 他受不了了 这就是全部的经过 可悲 可气 可叹 关于家暴 他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切记 我的吕宝们 不管是你的精神 还是肉体 在遭受到不法侵害时 你一定要勇敢一点 聪明一点 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当然 我更希望你永远也没有这一天 都小心 我要学会用法律的美学 怎么办 你起来的